好,大家好,我是三浦 我們繼續講關於20屆一中全會之後 所確定的所謂政治局委員的名單 上次講常委,我們看看委員的名單是甚麼 我寫一寫個名字給大家聽,大家不需要記 因為自己在網絡上可以找到 入一常的,大家知道就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 接著有蔡奇、丁薛祥和李希 這次由25個政治局委員變成24個 其他有甚麼人呢? 其實我上一節也講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例如是軍工系統的 有調令省委書記張國青 新疆的有軍工系的馬興瑞 另外山東省委主席就是軍工系的李幹傑 另外就是有所謂的袁家軍 就是浙江省委書記軍工系出身的 軍工系是甚麼意思?不是軍隊 即是核電廠的黨委書記 或者是那些航天、神州那些 即是他們那些軍工系統的人 這班人呢,技術官僚、武派系、夠乾淨 而且沒有地方盤據的實力 習近平like你 最重要是習近平用的人是甚麼呢? 他有兩類人 一類就是三類人 一類就是他的親信 譬如張又合這些 張又合年輕72歲 在過去五年呢 中共的軍委主席就是習近平 軍委副主席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第一名的呢 就是叫做這個許其量 72歲 那現在就是 第二個就是張又合72歲 你許其量就拜拜了 但是呢 張又合呢 就升上為第一的軍委副主席 第二名呢 就給何衛東 那等一下講何衛東 張又合現在72歲 完全超過了七上八下的地方 但是習近平說能上能下 所以二十四個政治局委員裏面呢 最大權力的就是這個張又合 最大年紀不是權力 最大年紀的就是這個張又合 為甚麼要留張又合 這麼大年紀都要留 而拋起了許其量呢? 因為張又合的特質是許其量沒有的 張又合他是陝西衛南人 那麼陝西衛南人呢 基本上這個地區 就是他們大家出身 基本上是衛水熱南 那麼你會看到張又合和習近平 都是陝西人 換言之他們同鄉的 他們父親那輩是私交甚毒 張又合的父親叫張宗信 宗教的宗信 即是孫 即是孫子 一個餐廳仔 即是信息的信 即是失息的信 這個張宗信呢 就是張又合的父親 那麼可以這麼說呢 他是重要的人物 當時候打這個抗戰的後期 國共內戰呢 張宗信就做這個司令員 而習仲勳呢 習近平的老生父呢 就做這個政委的 那麼他真的行馬必這樣上的 你要發覺 所以現在呢 官拜陸軍上將 可以說呢 張又合呢 是相當重要的 習近平的家臣 是完全信任 徹底信任的人 但當然啦 當我講起這樣說 獨裁者 會不會 永遠徹底信任一個人呢 當然未必 但他要信任你 一定要有個原因 使他有安全感 而這個安全感 是來自於這種所謂的 這個家族的關係 好了 張又合之外 還有什麼人呢 就是何偉東 何偉東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剛剛說 福建第三十一集團軍的重要成員 他和苗華差不多 苗華這次沒有入到二十四個人之一 但是 他仍然是軍委的委員 所以你看到 在軍隊的槍桿市裡面 是牢牢掌握在習近平的親信手上 習近平做軍委主席 張又合這個老琴 就做這個 第一軍委的副主席 第二軍委副主席的就是 何偉東 也是習近平在福建年代 適於微視的時候幫助過他 跟著下面那幫人 張星文 李福Sir 我們不說了 還要是軍委委員有苗華 而苗華始終是重要的 福建幫 福建軍的成員 這個看到這幾個人 全部都是福建幫的人 張又合不是 但是呢 何立峰和苗華是 而何立峰和張又合成為了 二十四個軍事的力量之一 就是槍桿子 另外也有北桿子 北桿子就是文宣系統 現在的中宣部部長 黃坤明 也是福建幫 也都在浙江 有稍稍和習近平共事 所以既可以歸類為福建幫 也都可以福建為浙江幫 但是通常歸類為福建幫 機會大些 因為時間跨到大 所以黃坤明呢 中宣部部長 而這個 中宣部的常務 唯一一位常務副部長呢 就是李書呂 呂是光明呂落 三個石的呂 當然他一點都不光明呂落 李書呂就是跟黃坤明的 兩個人同時入到 這個所謂中宣部 那未來中宣部部長 會否換李書呂呢 就要分析一下 我覺得是會的 就要講一講 那所以這一點呢 就是兩個槍幹子 兩個是筆桿子 那另外呢 九個省級的一把手 包括遼寧省委書記 張國青 新疆黨委書記 馬興瑞 山東省委書記 李幹傑 另外北京市長 這個不是三位書記 市長陳吉明 我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市長都入列呢 另外就是重慶市委書記 陳敏爾 天津市委書記 李鴻忠 福建市委書記 穩力 浙江市委書記 袁家軍 另外還有這個 陝西市委書記 劉國中 這九個人呢 是省級一把手 那當然呢 你說蔡奇啊 李強啊 李希啊 現在都是 但我先把這三個扣掉 因為這三個已經不會再做一把手了 他應該是 進去做 完全做中央官的了 剩下來可以 政務委員 兼任一把手的嘛 OK 所以 未來這九個人 都是九個省級一把手 而七常委 加九個省級一把手 這十六個人 剩下的八個人 怎麼分呢 剛剛講過兩個 昌桿子 張又禾 何偉東 兩個筆桿子 黃坤明 和李書雷 還有四個人 分四卦 一個呢 就是社會科學院的石泰峰 一個就是來自外交系統的 分分鐘做中共的外事辦的主委的主任的這個王毅 另外一個是刀把子的 刀把子的陳文青 現任的國安部部長 但是沒有將黃小紅擺入去二十四個人之一 還未擺 另外一個呢 就是法改委的主委 可樂鋒主管經濟取代劉鶴 換言之 習近平的人馬完全橫掃 整個二十四個政治局委員 再講多次 七常委 九個省級一把手 兩個槍桿子 兩個筆桿子 一個社科院 一個外交部門 一個刀把子 一個國安部門 一個法改委 就是二十四個人 他們的特色是什麼呢 不我陪三個條件 一 他一定好 有一個淵源 家族的 或者共事的淵源 親密的關係 互相認識 就是完全 取信於習近平 第二件事 刷鞋刷得厲害 你如果沒有很大的淵源的話 邊緣核心的外圍都不要緊 你要刷鞋刷得厲害 蔡奇就是一個例子 OK 第三代是什麼呢 這些 完全是一些 叫做 沒有後台背景 沒有地方集團 用為奴才 也都沒有什麼 本錢可以奪權 也都沒有可能成為 這幫人的人 就是軍工系統的人 這幫人只不過是 技術官僚 他們沒有一個利益集團在做 他們只要拔離開了 核電的地方 拔走了之後 他什麼都不是 這些叫軍工系統的人 如果你說地方的話 盤根錯切 這麼多部門 這麼多軍隊 我黨政軍 這麼多東西 你都可以碰到的話 軍工系統碰得很少 所以這幫人 完全可以說 如果他不跟習近平 跟誰 有這樣的意味 換言之是找一幫 流浪 黑衣 這幫人 是沒有地方的勢力的 那這幫人 就是剛剛講過 軍工系的 張國興 張國青 馬興瑞 李幹傑 袁家軍 就是這幫人 好了 那竅門在哪裡呢 今次所公佈的地方 並不是這些人物 這些人物 全部是舉手機器 OK 這只是彰顯了 習近平要擺位的情況 分裝分好了 不是代表 你們每一怪有多少實力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核心在習近平手上 其他這些人都是象棄圖章 核心是幾個重要部門 我講的是四大部門 一個就是 中央書記處中版 這個核心部門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中央書記處 是一個以前叫做 太監的角色 這個太監角色是什麼呢 就是他涉及到的所有文件 所有政令的上程下達 收封的東西 全部都在裡面 中央書記處是重要的 找蔡奇來做中央第一書記 意味著什麼呢 因為通常中央書記處 我們叫四個大字 叫分工辦事 中央書記處通常分為六個不同的部門 那麼每個部門是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裡面會選出誰是中版主任 中央組織部的部長 中組部長 另外中宣部長 統戰部長 中紀委第一副書記 因為中紀委是另一洩系統 中央書記處不管到中紀委書記 但是管到中紀委第一副書記 和正法委書記 都把字很重要 所以中央書記處是重要的 不是說不重要的 蔡奇就是做這個所謂的分配角色 而這個就是他極有可能成為了 剛剛說的其中一個叫中版主任 就是所有的下程上達 上程下達的所有的 上令下傳的所有的一個重要職位 就是蔡奇會做 他有沒有能力做 他這樣的人 這樣插鞋精 就是要插鞋精做 這就是習近平的智商 這就是習近平的道德 這就是習近平的格局 這就是習近平的概念 如果你認為這樣是有疑問的話 十年以來就看得到習近平這個人 第二個就是中組部部長 我覺得極有可能找石泰豐去做 因為按照這個排名 為什麼不明白我覺得 因為他今時今日 已經在禮拜日的公佈裡面 已經講清楚 中央書記處的成員名單 第一個中央書記處的成員 就是蔡奇 然後數下去的話 就會有好幾個人 包括了石泰豐 李書呂 李幹傑 陳文青 黃小紅 和這個劉金國 黃小紅 劉金國 就不在政治局委員的名單裡面 其他人都是 這幾個人 就會分贓 就是在這幾個部門裡面分出去 中版主任 蔡奇 石泰豐 社報院長 紛紛做中央組織部的部長 而不是他的話 就是李幹傑 我想石泰豐做的機會極大 因為李幹傑 現在正在做山東省委書記 是軍工系統出身的李幹傑 所以他有他的職位 另外呢 就是有誰呢 有這個統戰部部長 中宣部部長 中宣部部長是誰呢 他就剃了李書呂 但沒有剃黃均明 換言之黃均明很可能 在某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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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將他中宣部部長的職位 讓給李書呂去做 那你說 那是不是習派 喂 李書呂 這個也是習近平的藍書房行走 以前黃滬寧一人事三主 他是中共中央研究室政策廳的重要骨幹成員 所有的文宣 所有的創作新名詞 什麼叫做什麼 三角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官 全部都是黃滬寧教出來的 黃滬寧已經上了上神台 黃滬寧已經被人投行自身 當然不是投行自身 變成什麼 政協主席 等你退休 67歲 等退休 是這樣的角色給他 所以黃滬寧慢慢會離開這個圈子 而真正掌握了中宣部部長 在2020年 2020年開始的就是黃均明 黃均明年事已高 當然黃均明也不想去鬥倒他 也希望他提攜李書女 所以李書女太揭 黃均明太年紀大 青黃不接 兩個一起調入政治局委員 跟著 在中央書記處的委員名單裡面 剔罪李書女 不剔黃均明 意思是什麼 因為某個時間 李書女將會出任中宣部部長 而李書女所寫的東西更加年輕 更加創意無限 更加嘔心無限 使習近平這個鋪天蓋地的文宣更加嘔心 兩個都是習近平完全信任的人物 OK 李書女也沒有一個所謂的地方的牽本 也可以說沒有自己的利益集團在後面 完全是習近平新用的人物 所以用的人物是有這樣的一面 黃均明也是這樣的 即是他是舊部 福建浙江舊部 李書女就不應該年輕一點 不是這種人 但是他會用這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有我的舊部部下 同時也是他沒有自己的利益集團 而他寫的東西是習近平like 喜歡捧撲賊奶 所以李書女說得非常好 所以全部是習近平的人 這個是看得到 統戰部部署誰做呢 這個就是有些疑問 因為今時今日 現在你會發覺到一個 我先講另一個角色 中紀委第一的副書記 就是劉金國 已經寫了出來 中紀委的書記就是李希 廣東省委書記 就調任中紀委書記 跟著中紀委的第一副書記 就是劉金國 已經公佈上寫了出來 劉金國是安全馬後幫 習近平清理很多人的人 現在他是中紀委的副書記 他依然會續任中紀委的第一副書記 他當時受到 就是 侍奉過周永康 侍奉過孟建柱 侍奉過孫力軍 但是為什麼沒事呢 因為他是被周永康排制的 劉金國被排制之後 查回這一班人 就是復仇記 幫習近平為馬首是尖 所以劉金國安全馬後 清理很多人物 這個人做的事情就是 那些官員的拔作 或者貶絕 全部都是跟劉金國有關 升哪個官 霸哪個官 習近平跟劉金國夾底 劉金國就做安全馬後的執行者 這個就是劉金國的角色 他不但只是中紀委的第一副書記 同時是中央書記處的委員之人 所以你看到這是他的重要角色 中辦主任蔡奇 中組部長石泰豐 中宣部長李書女 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劉金國 剩下的角色 政法委書記誰做呢 這個就是特別一點 今時今日 我們看這個中紀委 我們知道是李希 和劉金國 中央書記處的就是剛剛這些人 那政法委誰做呢 這個是一個大問號 那這個問號 為什麼會產生呢 在十九大的時候 依然當時都會有郭聲昆 當時的政法委書記 是坐鎮做政治局委員 今時今日二十大的政治局委員 沒有政法委書記在裏面 現任的政法委書記呢 是叫做郭聲昆 他是接孟建柱的位 孟建柱要接周永康的位 所以政法委書記先由周永康 發給孟建柱 發給郭聲昆 發給郭聲昆 接著呢 政法委副書記呢 現在都是叫趙克志 OK 都是政法委副書記 當然趙克志的公安部部長 這個另外的title 已經給了王小雄了 那現在政法委書記 暫時都是郭聲昆和趙克志 未有進一步公告 那會不會在二十四個人裏面 找一個人來做政法委書記的呢 數來數去最大機會的就是陳文青 因為他也是中央書記處被剔名的人 換言之中央書記處的傳統 就是政法委書記其中之人 其中是找人找出來的 那麼陳文青就會成為了 這個政法委書記的機會大 那麼很多人就會說 哇這樣 王小雄怎麼辦呢 王小雄太揭一了 但是你要記住 陳文青也是半個福建幫 陳文青他在06年做福建省紀委書記 也是省委專職的這個委員 另外他在2012年做中紀委的委員 做個副書記 所以他和這個中紀委是很淵源的 2015年的時候他整肅馬健 因為當時習近平將這個陳文青 由中紀委的常委副書記 調任為這個國安部的部長 因為他身設國安部 那麼他做這個國安部副部長的期間 大力整肅馬健 那麼聽過郭文貴知道他和馬健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要鬥倒以前的這些集團 那麼結果是什麼呢 陳文青2015年整肅馬健 那麼2016年呢 就成為中共中央國安委辦公 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了 一步一步升上去 所以陳文青是一隻呢 習近平一直在用的黑馬 那麼這隻黑馬一直是習近平信任的 而他都沒有所謂的自己盤根挫折的地方 你的集團 而習近平體重這件事 就是用他 那麼這個年紀會比這個黃小熊來得大 黃小熊呢 始終是比較年輕一些 他可以做公安部部長 但是很可能呢 政法委書記就被陳文青做 那麼你說統戰部部長被誰做啊 那麼又可能是李幹傑有不定 或者是黃小熊做的都不定 所以我們猜這些呢 這些東西就沒得猜的了 確定的東西我告訴大家 不確定的東西就沒得猜的 整個結論就只有一個 就是說呢 現在的刀把子是掌握哪個手上的 這個關鍵 我經常說 槍幹子、刀把子、筆幹子 是我們看東西的標準 不是這些陷陷陷陷陷陷的東西 因為這些才是暴力和謊言 共產黨是靠這兩個東西去主宰的 軍隊完全掌握習近平 軍委主席習近平 軍委副主席的就是他的老坑張又學 和福建幫的何偉東 委員的也有福建幫的妙華和其他軍隊 又發覺有這樣的局面 好了 槍幹子掌握在哪個手上 槍幹子掌握在這個手上 然後筆幹子掌握在哪個手上 黃坤明、李書女等人 昔日的黃沐寧現在不是了 就變成政協委員、政協主席了 接著有黃坤明、李書女 全部都習近平的人 好了 刀把子掌握在哪個手上 就是陳文青、黃小雄 你說現在的郭聲坤和趙克志會怎樣 第一,他都沒有入到政治委員 基本上是拜拜 這些人已經過去的人物 江湖時代的人物 郭聲坤和趙克志都要拜拜 正分下來的 陳文青和黃小雄 都是習近平的嫡系 可以這樣說是相當重要的 紀委的有利器 還有幫助他的劉金國 兩個都有 你看看紀委對於官員的正式 對於百姓的武力 就是軍隊和刀把子 然後這個宣傳方言系統 完全掌握完 所以如果有人還認為 習近平是不大權在握 其他人都可以做這個斑倒的動作 我想這個情況是比較難 寂寞於黨內的鬥爭已不切實際 而習近平我再說多次 不是將這個江湖 江曾胡溫打倒之後上台 他早已打倒了 他十九大之前 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 已經清理了 即是反腐為名 抓了所有人 那麼他十九大 即是五年之前 他修憲那一刻 其實這些派系 這些噪音 已經一蹶不振 他們會存在 他們還沒有死 但他們沒有權力 這班人已經沒有權勢可言 所以被人剝了 在今年年初 孫力軍集團 全部落馬赴政華 你看到 將以前已經抓了的人 再打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到已經玩完了 所以有人就說 他以前是被 最近幾個月被人奪權 現在被人奪權 這些說法 很可能都是中共裏面的人 出口煮內燒的說法 而並不是事實 很多東西 用眼睛 用你的心 去好好看回事實上的做法 是很重要的 但我跟大家講最後這一段 就是習近平做這些說法 不是沒有後果的 有後果的 什麼後果呢 你將一些邊緣人物 尤其看到七常委 你任用的標準 甚至於蔡奇 他不在中央委員會裡面 200多個中央委員會 當中央都不是蔡奇 你將他直升級 跳上去七常委之一 還要排名第五 可見 沒有章法的 這個沒有章法 對於無論是軍隊來說 或者對於官員來說 或者說黨委的組織 黨政軍三個來說 都是人家會覺得 哇 沒有符了 老闆要升那個人 打個比喻 你去這些大型的 超級市場王國 我叫做Walmart Walmart 你的Walmart 總部在美國 全世界有很多分店 又在孟加拉 又在台灣 台灣未有的 例如在中國 或不同地方 有Walmart的報點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部長 有不同的事情 中央地方 有自己的董事會 有自己的CEO CEO的習近平 董事會的七常委 下面有很多組織 有不同的部門的人 那你今時今日 就將董事會 即董事局 這七個人的人 完全沒有在Walmart 總部服務過的人 升上董事局 即是譬如蔡奇 完全沒有的 李強 沒有的 完全沒有這樣的功能 你說AER 這個丁市場 李希都有少許中央服務的經驗 蔡奇和李強是零的 你將他調入零 因為他是習近平的親上 因為他是CEO的人 於是會入到董事局 我問 董事局下面的整個經理階層 和各個不同的部門 有什麼看法呢 他會覺得做生做死 不如捧托劣絕 比較好 你要劣得好 拙得好 捧得好 托得好 你就會報告高升 他會覺得 多麼耕耘工作 多麼做什麼 不如說謊 不如大擦鞋 這會鼓勵大家這樣做 因為人有多大膽 官有多大產 今時今日 就是要用這個方式來做這個宣傳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習近平要做的事 吹雞就 劣我 拙我 捧我 托我 步步高升 一定有你份 這個才是習近平的心法 OK 那 講到這麼多 下一節我們可以轉講一些關於香港人在英國奮勇示威的議題